梁勇琪这天出席环保活动 说的当父母要以身作则 生叫孩子环保的重要性 小女儿苏菲亚只有四岁 她真的明白吗 她明白 因为她看到我们真的在做嘛 因为比方说每一次 我们要下车 去超市之前 她现在有时候会反过来 会提醒我们 就说我们要拿环保袋 有时候我们都会忘记了 但是她会说 我们还没有拿环保袋 所以这个她已经成为 一个小习惯了 刚刚过去的母亲节 你带着妈妈跟女儿 去哪庆祝了 因为我妈妈是吃素 所以我们刚好今年的 母亲节也是佛担 所以我们就去了 支联金院去吃素 然后这个就是 就是让妈妈做一点 让妈妈开心的事情 就是跟她吃一个素菜的午餐 然后去公园逛一逛啊 其实小朋友的话 就更容易满足了 跟她去公园 还有家人在一起 其实就可以了 就开心了 小女儿苏菲亚 有送你难忘的 母亲节惊喜吗 她忘记了 她学校其实礼拜五 就准备好卡片 还有一个礼物 结果她到今天早上 就是母亲节已经过了两天了 然后她在整理书包的时候 她才看见 就说啊 原来我在学校 做的这个礼物是送你的 我就说啊 其实已经过了两天了 她忘记了 但是还是很开心 但是在母亲节当天 没有收到她的礼物的时候 其实我心里也有一个问号 就是诶 学校没有给你准备吗 其实有这个问号 大家觉得啊 没关系啦 没关系 结果原来真的有 是她忘记 但当然也非常开心了 收到就开心了 就是她在学校做了一个卡片 还有一个化妆品的小袋袋 另外同时妈妈级的王诗诗 今年三代同堂一起过母亲节 收到子女送你的礼物 你心里开心吗 我两个就唱歌给我听 还有我儿子弹钢琴 然后他们做了一个很感动的卡 对 今年很开心 因为我跟妈妈 爸爸 小孩 还有圆圆 他们一家人都是一起过的 那么我们吃饭呢 跟他们小孩子 现在她三个小孩子也开始大了 跟他们玩游戏很可爱了 老公真子丹最近在忙芯片怒火 能抽空跟你们一起庆祝吗 我老公真的很可怜 他这两天 这几个星期都很忙很忙很辛苦 在拍这个新的戏 那很多动作咯 所以她每一次拍完 她也有来 但是最后来了 丹安爷一向追求突破 这次芯片也是打得厉害 诗诗有叮嘱他小心一点吗 这次我有啊 因为他们真的是有不同的新的东西给大家看咯 他这一次 因为他打了有很多新的东西 所以我也去看过 哇 很辛苦的 但是他回来 我们也不敢烦他 烦他 烦他 因为他很累很累 然后就 对 但是看到他也是很开心咯 真的很期待看丹安爷的新片子啊 香港报道